下午好 我是威明 欢迎收看7月27号的百个五报 除了我们常见的直辖区车牌号码 日前交通部长陆兆福透露 将允许公立大学申请特别车牌号码 并且通过转售以筹募资金 而昨天 陆交通局总监沙哈鲁丁就进一步证实 当局也允许私人企业申请特别车牌 例如国有可以申请Petronas特别车牌 或者Maving TNB之类 以各自企业命名的特别车牌 在申请费用方面 公立大学每一千个数字车牌 需要付50万令吉 但私人企业就贵多了 每一千个号码需付500万令吉 根据了解 目前还没有大学或者是私人企业提出申请 针对华小和淡小 四年级马来文刻板将加入 绕一文书法艺术的课题 副教育部长张念群 昨天召集各界相关人士举办了交流会 他在会上表明 此计划是否明年起落时 还有商榷和讨论空间 但他保证 就现阶段而言 此书法艺术不会被纳录考试 至于被问及 能否保证未来不会被纳录考试时 张念群却回应说 我觉得这需要大家相互监督 而教育部增设这个内容的宗旨是 希望让语文的学习更加生动 最后把焦点转向香港 昨天香港航空业界和市民 在香港国际机场旅客路径大厅发起了静坐行动 抗议上周的云朗袭击事件 整个活动从下午一点开始 接近午夜12点才结束 集会发言人声称 高峰时期有15000人参与 警方则表示高峰期只有4000人在场抗议 来到今天的7日期光复元朗游行 虽然香港警方不核准 但港民发挥创意 发起各种到元朗郊游等等的活动 酝酿下午上街 而警方消息称 今天会在元朗部署3000警力 截至今早元朗还算平静 但人车相对稀疏 不少商店暂停营业 那么今天的午报到此结束 感谢您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